学运持久站进入呢第十九天 而白狼张安乐率众到场来挺服帽那一天呢 警方当时拿着盾牌形成了人强 阻挡抗议的学生 而几乎天天到场来巡视的侠区分局长方仰宁 反遭学生呛瞎 张安乐来的时候你说什么 你什么都没说 气到呢 方老宁回骂说 跟张安乐呛瞎的 就是我方某一个人 某人一个啦 你们这些呢跑去哪里了 好 远景连玉来其实非常辛苦哦 维护现场窒息 还要遭到误解跟痛骂 气氛的情绪 这些呢